欢迎收看什么道理 今天要告诉各位 大家经常朗朗上口的一句话 相爱容易相处呢 就我的经验来讲 相爱也不容易相处更难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们今天专家有谁 欢迎邓医师 奥德老师 派特 还有我们的玉姐爱 好 那我们今天有 非常慷慨的素人代表 其中有一对是夫妻 有可能今天讲完之后 他们就会去找赖发育律师了 OK 好 应该不会吧 两位结婚多久了 八年 所以他今天是来分享 他们怎么八年 还可以继续下去的相处之道吗 好 我们这边看了一个 我们做了一个图表 根据一个日本人妻创立的一个账号 由于他实在受不了老公的生活邋遢的习惯 所以决定把另外一半的恶习 PO到网络公开给大家看 他也强调说 其实他们夫妻是可以相处得下去的 但是呢 他会一直PO PO到他有一天 他老公学会丢卫生纸那天的时候 他才会停止 停止 否则他会一直继续更新 所以我们就去查了一些资料 我觉得日本有台湾可以参考的地方 今天介绍的这五大生活坏习惯呢 是来自于日本网站的一个调查 那我们可以看看台湾的男生中几样 好不好 那么除了男生的坏习惯 那很多人讲说 你们 你知不知道你们女人也很难相处 OK 永远满把上会挂一个丁智库很烦 所以呢 所以 所以 我们也根据某大企业的办公室内部 做了女生的五大坏习惯 所以今天是很公平 日本男生的五大坏习惯 跟台湾女生的五大坏习惯 我们来评论一下好不好 第一个 马桶坐垫不放好 我觉得不是不放好 是为什么 男生的小便会喷得到处都是 为什么 没有看过男生吗 不是 你为什么不能好好对着 其实不容易对着 我告诉你为什么会有 你是放到都会挖手吗 有时候 那有时候就是上厕所不会想要太精准嘛 那时候一定是很放松 就比如说睡到半夜 或是早上起来 要去上厕所都蛮懵懵懂懂的 然后或者是说上厕所有时候就是很急了 就急到就是一边拉拉链的时候 就是已经准备要喷射了 不是 我跟你讲你们真的很受不了是 只要是男生用过的厕所 你只要马桶盖一掀开来 他会想说马桶他都有冲 可是你知道那马桶盖一掀开来 上面就会有那个尿汁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坐着的时候啊 尤其是上大号的时候 也会上小号一起上对不对 他有时候就会喷到那边去 好 至少马桶盖要掀 那这件事情你在家里怎么上厕所 我现在都是坐着上厕所 而且很多年了 因为对我来讲其实也蛮轻松 其实站着上厕所其实 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舒服 那我们之所以把这一项 他会 因为日本人是比较这个爱干净洁癖的 所以这个可能很困扰 那重点是这个坏这个字 也许男生会觉得这个不是坏习惯 这是习惯不是坏习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地方吗 我觉得第一个啦 婚姻生活里面一定要有一个 平等对待的观念 你觉得是坏习惯 如果对方不觉得是坏 那只能叫做不同的习惯 OK 好 那问一下派特 那这些是你觉得无伤大雅 对不对 我觉得无伤大雅 但是就像那个邓医师说 这是相对的嘛 对方可能会觉得 这就是一个坏习惯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坏习惯 他其实可以调剂夫妻之间的生活 真的啊 因为如果你坏习惯你看不过去 你就会拿这个东西来骂对方 然后对方又会在指责你的坏习惯 然后接下来怎么样 就是一个角力斗争 斗争完之后床头打床尾 我目前都是合的 所以我觉得这还不错 可以调剂生活的苦闷 帮他叫个车好不好 这样讨论不下去 好 OK 好 那个 玉姐爱呢 那个马桶坐垫不放好很恐怖 因为我有好几次是直接摔到马桶里面 就是摔下去 因为如果你马桶 对对对对 对因为你马桶盖如果放好的话 你这样坐下去 就会刚好被捧起来 但是你的马桶盖 如果没有放下去的时候 你是整个人会陷进去 然后有点要爬不起来 所以有些男生 这个地方就是说坐垫不放好 他会觉得说有啊 我小辈我都有掀盖子啊 可是他没有放回来 对然后还有刚刚讲 对不起 可是可是我我对这个 我你讲的时候 我才赫然发现原来是这样 可是我会很有障碍啊 为什么那个放下去的人 必须是他而不是你 因为他拿起来了 他就应该放下去啊 那如果你们家定位 本来是定位在上面 掀起来 然后每次你要放下来上厕所 然后上完之后你要再放下去 如果是归零点是这样呢 没有我们家的 我觉得我的归零点应该是 马桶盖是盖下来的 因为当你在冲的时候 不是是整个连盖子一起盖下来 所以马桶应该有三种状态 一种是全部都掀起来 一种是一个在盖子在上面 马桶坐垫在这边 然后有一种是全部盖下来 我认为最好的是全部盖下来 因为当你在冲的时候 会比较干净 不会有一大堆的细菌 就跟着你的水流这样冲上来 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子的时候 已经是我最大的容忍点了 他不能全部都是这样子 所以你跟男朋友是讨论到这么细 他有种盖法这样就对了吗 对 我觉得这样子刚好是最平衡的 OK 好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 今天有这个夫妻对不对 那你是怎样的 你们家是怎样的 你们家的归零点是怎样的 刚开始我们夫妻也会争吵 他说我上车走都不掀盖 然后都会喷满地 结婚八年了 然后争吵也是大概前四年吧 那后来就想说 好啦 那也不想听他念 那我就每次上完都会拉起来 对 然后 我现在因为我现在也习惯坐着上 久了你就会知道归零就是坐垫放上去 OK 坐得上反而比较不会喷吗 应该是说其实坐得上其实比较舒适 就那段时间你会觉得说 是在享受上厕所 不然的话就是觉得只是冲冲 赶快解决然后就走了 OK 好 你老婆上厕所她规定 你要在厕所旁边陪她 哇 这什么规定啊 为什么有人这么无礼啊 她大号比较不方便 她个性 射手座又比较紧张 所以 会便秘 对 所以我有时候她就叫我到她旁边陪她聊天 你会自己看手机吗 聊到天可以放松啊 她还要我帮她 可是便秘的便很难闻欸 不会我 还 还没有味道 自己都蛮觉得还好 是真的 我有点 因为她偏吃素 对 她都会觉得自己的屁啊什么 都比较香 那你觉得呢 没办法 老婆说 香就是香 对啊 所以我有时候就要帮她按摩 她在大便你还帮她按摩肚子 因为她说她上不出来啊 那你的手不见了 那个 那个角度不一样 而且这样有安抚的作用 不是你还好吧 你为什么大便要给人家看呢 就是很信任啊 很信赖啊 好像就是自己的一样 她还规定我上厕所不能关门 那你大便的时候她来不来闻 不 因为很臭啊 她会说我的很臭 就觉得你可以接受吗 我就很发现 是不是一定要就是找到一个 可以互相折磨的对象 婚姻才可以持续久一点 这我们都太不懂得折磨别人 就很容易就分开了 不是她为什么要用这样子 我觉得 对啊你怎么会对别人做出 不要讲说这是老公 你怎么会对你以外的人 任何人做出这样的要求 这么私密 而且是这么排泄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让你自己 这么丑的样子被看到 我觉得不会丑欸 我跟你讲 我觉得她很诚实 而且我完全了解她在讲什么 我有个朋友啊 她大便的时候 她每天都观察她大便的粗细 因为医生说要看粗细的健康 然后有一阵子她就觉得说 最近是不是大便比较细 会不会大肠有问题 她每天都要叫她老公来看 然后记录这个大便 然后今天漂亮或不漂亮 然后还要闻味道健康不健康 然后她老公快要疯了 可是她觉得说 我把大便这么样私密 代表我个人的东西 无私的跟你分享 这是代表我对你的爱跟信任 完全跟她讲的一模一样 是啊 所以你是无王夫差 她是月王勾进 这样就对了 要帮她长大便这样子 OK 好 这题真的问不下去 我们看下一个 来 晚盘不收 好 有这问题吗 有 有 不只是晚盘 可能就是她买的外卖 她很多是吃完 就是放那边 她觉得说她隔天会消失 我说她不是消失 她是我亲的 那也是消失啊 对 是消失的没有错 那放在她看不到的地方 那我跟她讲说 欸 你看到了吗 她在这里哦 她不会自己走路哦 所以你可不可以就是 麻烦你吃完 顺手收一下 OK 对 会麻烦她啦 是是是 那你们也是吗 不会 你不会 你应该是会 我会收 不会 她不会收 她说她会收 所以她在点 她说洗碗机洗 对 我会收去洗碗机洗 对 这样不可以吗 不好啊 浪费电 我会自己洗起来 但是她会觉得 就可以洗碗机洗 为什么你要洗 因为我觉得这是很顺手 是想要洗 我可以问一下 你们家买洗碗机是干嘛的 偶尔亮多的时候 对 她觉得有一天会用到 因为洗衣机就是洗衣服 那洗碗机就是洗碗啊 因为客人多的时候 你要陪客人 对 然后洗碗机就可以省那个时间 对 但是很难累积到 累积到那可能要放两天三天 我觉得这样就不卫生了 不干净了 对 所以你们的生活做洗衣职 都是 你要配合她吗 呃 算 哦 那你们的 睡觉起床的时间也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 但是又强迫到一样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她配合我 怎样的不一样 她睡白天我要睡晚上 我睡白天她睡晚上 工作的关系 对 呃 工作也一样 就算我可能八点要上班 我还是习惯四点 五点才睡得早那种 嗯 对 可是我醒来精神一样好 嗯 对 那她呢 那她怎么可以要整跟你一样呢 就 她必须早睡 没有 就是 在旁边趴着睡 然后等到我要睡在一起去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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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累的时候你不可以先上床吗 就 她必须早睡 就是 在旁边趴着睡 然后等到我要睡在一起去睡 不是 你们是真的吗 是真的 因为她射手座 我金牛座 所以 我会尽量配合她 不是 可是你就那么累 你想睡觉 你也是要上班的人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陪她 不然会怎样 你没有这样做会怎样 人生会怎样 她 她会 她会一直吵你 哦 她就 因为金牛座 觉得没有人陪 因为金牛座其实呢 她的原型呢 尤其在谭恋跟结婚的时候 她就是一个妈宝 她是以当妈宝为荣 比如说 为 她们不是谈恋爱 她们是结婚八年 比如说你对她的任何命令 她 虽然就算不适应 但她都会觉得要去做到 为什么 因为她觉得 她觉得有幸福感 被命令的 被命令被需要的幸福感 那她吃素 不会逼你吃素吧 也会 没有逼啦 会因情绪渐进 告诉她一些故事 那再听听看她的感受 再自己决定一下 比如说我吃肉啊 然后她会告诉我 这只鸡生鸢有多活跃啊 然后我就吃不下去了 那就比较少吃了 OK 所以你结婚前 其实是不是适应得很困难 这些生活习惯 你一开始就很能适应吗 不行 因为男生自由惯 然后他又很喜欢黏在一起 可是当你觉得说有一个人这么爱你 然后你感觉到那个真心 再加上射手座的脑筋很活跃 它会丰富很多你的生活 所以利弊 应该是说鸡牛舟完全无法跟鸡牛舟辩论 对对对 但是没有人因为鸡牛舟很笨 逻辑很辣 胆子又很小 OK 然后只要鸡牛舟只要有很清楚的逻辑 说我要往哪里走 他就马乖乖的 看一下还有没有 衣服乱丢 有吗 没有就是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下班回来 因为有小朋友把东西就很容易乱 然后有时候就下班回来 我老公也是就是东西也是东丢西丢的 有时候就是希望说回来至少说不会 不需要那么累 就是能够说他也协助一下帮忙一下 对啊 OK好 这个我问一下 就是说女生做事情都有自己的SOP 可是男生却有很多时候 都没有办法照自己的心意去走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怎么走下去 比如说好 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内衣裤一定是洗完澡顺手 他一定要立刻就要洗出来的 那我有另外 我有听过一个故事 他是 200件才要一次洗 每一个人的那个SOP不一样 所以衣服你们应该是有共识吧 没有 我们的共识就是我的共识 对 好 那你的共识是什么 我的共识就是我会跟他坐下来聊天 如果他不能理解 我们可能就坐下来聊天 我们从前因后果会跟他聊一下 然后让他理解 然后他也认同了 我们再重新开始执行这件事情 那日后就要按照这个方针座 那可以问一下你们家的SOP是什么吗 就是衣服 衣服一定要到一定的量 然后就是因为他常常要一天可能 他很多个季节 一天可能就夏天跟冬天 然后就要一直换洗 那我会希望就是他要 就是衣服的量大概多久穿一次洗一次 那我们要洗呢 可能要分类要怎么做 那要怎么晒要怎么样用的 不能就是还是要一定的SOP 可是你洗还是他洗 其实都是我洗 对 我不会要求他做 那你要他配合什么SOP 就是 他丢出来的量 他丢出来的量就是 他不准我一直换衣服 因为他要洗很辛苦 对 因为他觉得都是洗衣机洗 可是洗衣机洗不干净 我要可能像他领子要另外洗 然后另外泡 然后又怕伤害到衣服 所以我的衣服都维持得很新 我就是很小心保护 那他可能就是随便啊 坏掉再买这样子 那我会觉得这样很不爱洗 然后也没有必要一直换衣服 因为你一直浪费水 浪费电的 对 我只能说你运气很好 梅姐才八年了 很难讲 OK 所以为什么很多男生都会讲 很多女生都会讲说 我主要SOP他为什么不照着走 对不对 会有这样的抱怨 我其实觉得 两个人在一起很容易会形成一种 某一种人会不自觉有优越感 就觉得说 这不是我的道理 这是仿珠四海 接准的道理 不是我要求你这样子生活 而是人本来就应该这样生活 我这样我听过 我有咨询了一对夫妻 他们是因为睡眠时间争执 那个老公就是要半夜才有灵感 写东西做东西 可是这老婆认为要早睡早起 那这老婆就跟这个老公说 你要早睡早起老公说我不要 吵到后来老公就会说 为什么跟你结婚我就不能够过 我想过的日子 然后这老婆就哭了 她说我没有不让你过你想过的日子 但是全世界正常的人都是早睡早起的 这种迷思有时候 你要绕过他们的盲点很难 可是一旦如果回到公平的起点来讲 如果每个人都有自主生活的权益 那你要说另外一个人是坏习惯之前 你必须先问自己凭什么 所以问一下 那如果生活习惯真的不同的话 要怎么解决 阿德老师 听说你有三个方法 三个步骤 因为我觉得如果不同 你要记得就是说 如果不同的话 有三个可能性 第一个是 那我改变我自己 然后或者是我改变对方 或是我们两个一起改变 我也要改变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说 一定要先从你先改变自己开始 因为你改变改变自己 不要就会避开 就是去指责对方 要对方配合你那种水灵 你讲这个不用看他 因为他们没有改变 不改变的问题 有有有我有改变 我眼睛都真的 我已经降低标准了 所以我们才可以相处这么久 他这个标准已经是降低的 我已经降低了 很低了 那你以前的男朋友 要闻你那个大辈闻多久 就很久 就上完厕所啊 有多爱就有多久 OK 好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当你自己改变的部分 就是你也没有那样的功力 也没有那个厚度的话 你要要求对方改变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说 一定要是人家要不要改变 不是规定人家要不要改变 我觉得说 你只要做到这两点 你才有机会跟另一半说 我们要不要调整沟通 不然每一个要调整都是你的地雷 那派特为什么有人不愿意改 是说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被 被 被破坏 或者我的完整 就被你入侵 像 你这个例子 当然有点夸张 但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觉得 对方有坏习惯的时候 我们会要求嘛 那被要求的人就会有一种 那是我本来不属于我的 应该要有的情物 但是你又强加出给我 那有些时候我会去权衡 厉害 但是有些时候我真的不想忍让 就是我什么都让了 那我原本小小的习惯 你也要破坏它吗 那人们就会因为这样而去反弹 所以我觉得在关系里面的平衡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像我觉得这一对好夫好妻 我觉得我很欣赏它们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观察到好夫几个特质 就是它的那个西装 是不是你老婆帮她挑的 对 那我怎么会知道 她老婆帮她挑的 因为她那个西装后面 它有那个开叉 那个叉 很多人都不知道要剪掉 也就是说 如果西装是你的生活习惯 你一定会把它剪开 但你为什么没有把它剪开 因为那是你老婆帮你选的 我看一下 再一下 什么意思啊 这是这个位置 后面有那个线 对 怎么 这个为什么 等一下 这个为什么不剪 因为新的衣服 它如果剪 它在折的时候 可能会折到会歪掉 所以它保持它衣服的平顺度 它都会这样子 可是这个不剪是很好笑的事情 有吗 因为剪开它会太瘦了 剪开衣服会变太大 就是一般人不会注意到那么细 不行 这个穿西装的规矩 这是一定要剪开 这是因为你在卖的时候 它怕你折到 这一定要剪开 这不剪开很土很好笑 不要 不要 所以我看一下你的意思是说 有时候女人会不想剪那个 因为比较好生意 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她们的关系里面 你看西装就知道 你知道这套衣服谁买的吗 我觉得这段关系里面 最令人呈现的地方是 她的老婆在补足这个男生身上 不足的地方 所以即使被要求 她也会觉得 我老婆带给我生命中更多的美好 那我为什么不能协商 就是她的配合 让她觉得更美好就对 那这就是 可得有失啊 可得有失 有得嘛 有失 但是她把得讲在前面嘛 对不对 OK 好 那玉姐爱 你有没有被要求什么习惯事 人家也有SOP 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比如说你的镜子上会黏东西 很多啊 就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比较起来 他比较像女生 我比较像男生 我一大堆坏习惯 可是他很龟毛 那特别像是我就是 假睫毛会乱放在我家各个地方 就是因为女生假睫毛 你有时候就比方说躺在沙发上觉得很累 就这样这边左一丝又一丝 然后我就先放在桌子上 想说反正可以再用 然后有时候就是 比方说她只要手这样挥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她这样一拿起来就会两条 就是毛毛虫般的东西 然后她就会说这什么 然后全家到处都是 然后她就会跟我讲说 你东西不可以好好收一下 或者好好弄一下吗 然后像那个洗衣服 它有SOP 它有那个两栏 一栏是会碰到外界的 一栏是不会碰到外界的 例如说内衣内裤就是不会接触到外面 可是袜子衣服就是会接触到外面 她就会要求我说 一定要这样洗两次 可是我每次都趁着她去上班的时候 我就偷偷把我所有的衣服就做一次全部洗完 然后她回来她就问我说 你为什么自己洗的衣服没有跟着我一起洗 我就说因为我衣服不够 我又要去健身房 所以我就先洗 其实我是很怕我会把它弄错 就是我会很怕就是说不该洗的洗了 然后她又会被念 所以我就想说赶快偷偷的把事情全部做完 但是我就有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好处 就是我常常都会觉得说 我一开始也会觉得说我干嘛一定要照你的规矩 可是后来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那么顾忌 因为她确实把她家弄得很干净 很有规矩 然后我确实我家是看起来蛮乱的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应该跟她学一下 OK 其实人跟人相处最尤其是亲密关系的 最容易发生问题的就是三个场所 第一个是餐桌 浴室 就是刚刚的你牙膏怎么放啊那些的 还有一个就是卧室 对不对 那这卧室里面就跟柜子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讲说 你的柜子跟我的柜子 可是男生的柜子 对后都会越说越想 越说越想 然后都是女生的东西 对不对 韦婷你们家是有柜子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家的话就是 东西的话是各归各的 那我坦白说我老公的东西比我多 因为他 因为基本上他喜欢收集模型 所以他的 我们家的柜子大部分都是摆他的模型 那因为我自己成型在外 所以我回来的时候 就会有一堆衣服可能要洗 然后就是说 会希望说我回来的时候 至少就是能够看到整整齐齐的 就是 可是因为他可能还要带小孩关系 所以每次回来的时候 就是看到衣服 就是散影 然后他的 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 我真的受不了是 他就喜欢把发票 我真的受不了是 他就喜欢把发票 因为他有收集发票习惯 但是他不会说 想要把发票整理好 就是 把发票就是 揉成一团之后 直接放在柜子 然后 然后就是有时候 我看不下去之后 就是我会顺手再帮他整理 然后可是大概可能过两个礼拜 有一堆这样子出现 所以不断地重复再重复 OK 那你们小孩是多大 一个是六岁 一个是八个月 你的工作一直要在外面 对 因为我是领队 其实 我就长期在外面 对 所以反正就是说 变成说照顾小孩是他的责任 我们家比较不同 因为我一个人在外面 其实承受很多压力 然后 有时候就是住饭店 因为我已经习惯 开门 就是房间干干净 因为饭店房间都是这样 然后回到家里就不是 家里就是 这个丢那个丢 然后 我也知道他很辛苦 但是至少 小细节我只要求发票 这种东西 或者是小钥匙什么的 他能够把它放在柜子里面 就放在柜子里面 所以只要发票这个事情 做好就可以了吗 不用把家里整理好 小孩带好 柜子清好 然后不要一直霸占 不要一直买模型 其实我只要求发票 因为他是不太做家事的人 他其他都不在乎 但他却在乎一个点 因为他觉得说 这个点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其他部分就是 比较难 但其实这个点 就是最不会实现的点 对 因为 我刚才一直反复的 一直问他 你在乎什么 他想什么都可以 小孩没有带好也没关系 然后家里很乱 他也OK 那时他就一直卡在发票 对 因为我们现在想象一种情况 如果我们今天反过来做 你的另外一半 很龟毛吗 这一集 然后请到维婷的老公来 老公一样举起 这个例子的时候 讲起来 听起来就会变成说 你知道我老婆多变态吗 他连人家发票要怎么放都要管 就会听起来你再管一件小事 可是我们从老婆之间听到 会说他放弃了很多 令人受不了的大事 他只能管这个小事 为什么连小事你都做不到 这就是夫妻争执 常见的现象 因为你锁定在一个小东西 那他就会觉得说 你连这个小东西都不包容他 所以两个人在这上面要拉锯的 其实是有很多表达 我相信你老公 如果他常常在家里面带小孩 他可能觉得 他的生活就是常常皱皱乱乱的 所以他一定要把一个东西 用很无言的方式 就是用一个东西来演出他的心情 然后让你感觉到那个又皱又乱 而你在外面那样子 整整齐齐住饭店的人生 或者说你的工作 我想可能带给你们家 某些经济上的弊益 或者说你可能有某种 工作上的成就感 可是你一旦对应到你老公的时候 你希望像你在外面工作那样子 被欣赏跟被尊重 所以你想要他用一个干净的家 来迎接你 可是你们两个的对应正好都说出了 但是说真的 大家回到那个事情的本身 我建议大家在跟另外一半 沟通这种事的时候 不要跟他讲说 事情本来就是应该这样 你一定会不断地打结 因为那个一直持续这个习惯 或坏习惯的人 就是要的是你看到他的本体 他本身的样子 所以我是因为说 你不能跟他说 马桶本来就是应该怎样 所以如果这种连蓬头不切怪 我还会跟他讲说 麻烦你记得切一下 不然我每次都要淋湿了 你就淋湿啊 然后淋湿的时候出去说 我淋湿了 请你帮我擦干好吗 然后他擦干的时候就说 被你抱着好温柔啊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用一点幽默啊 但是你如果说每一次 你每一次淋湿 你就恨在心里 然后洗一个恨恨的澡 然后今天晚上你就不想理他 我跟你讲下一次 他就是还是切在上面啊 我是一定会恨的啦 因为我是一个自然卷 一旦撕掉之后就不是擦干可以继续的 完全掉血 OK 来 我们看一下第四个 对老婆的碎念充耳不闻 这是坏习惯欸 在日本人来讲这是坏习惯欸 可是这不是保护机制吗 OK 你们有这样吗 你有对老婆的碎念充耳不闻吗 会啊 因为他射手座那个嘴巴停不了 他就一直讲一直讲 你不要一直抹 而且会走到你面前跟你讲 你不要一直抹黑射手座的人好吗 所有射手座的人都像他这样吗 不是 什么意思 这样没有讲 因为他每天都会跟我分享很多东西 然后都会考说 你刚刚有没有注意听 OK 我刚刚那第二句讲什么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你如果不仔细听 他待会又要生气 所以 他生气是很严重的事吗 有时候啦 他如果跟你讲话的时候 他会规定你说看我啊 会会会 对对对 眼睛要看着我 这个是最烦的 我告诉你 我已经功夫练到什么程度呢 我现在功夫练到就是说 好 你跟我讲对不对 我就说我会呕呕看看你 这只有围婷有困难嘛 对不对 郁姐爱你都没有嘛 我还好 你就是比较乱的那一个啊 好 那我 那我问一下这个郁姐爱 就是说 然后双方习惯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磨合的时候 怎么办 因为我们今天讲 这些习惯 坏习惯大家都有 现在问你说 那跟这些坏习惯怎么相处下去 我自己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 大家都很坚持说 他要过他原本那样子的 生活方式跟习惯 而且事情一旦落到对跟错的时候 就会要 真个你死我活 那我自己的经验是 我觉得有时候你就会闭上眼睛去想说 那我自己如果顺一下 这一点去顺一下对方 是有什么坏处 其实也没什么坏处 然后我就会想说算了 如果这个小的部分让了就让了这样 可是有可能是巨蟹座比较No 我们比较不喜欢 冲突 对 我们不喜欢冲突 所以我想说算了 反正我就会跟他讲说 那你比较厉害 这个你比较会做 你比较会洗碗 我都洗不干净 不然下一次洗碗的部分你来负责好 不过Bagel有因为这个习惯实在没有办法相处下去就分走了对不对 有就是他可能放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可能会用到我的东西 对啊我可能就习惯说我放这个位置 他有时候可能就是拿去用去电脑桌那边啊 去沙发那边啊 我说奇怪有什么东西每次都不见 所以很讨厌 他会把你的东西挪来挪去对不对 不过你分手的原因不是那东西吧 是因为猫吧 是因为猫 对 告诉我们有多好 多难形容 多难形容 就是我觉得 因为一只猫分手 对 为了宠物 他是非常可爱的 对 我也很喜欢 可是他爱猫是层吃的地方 有了猫之后你们生活上有什么改变 改变就是 有了猫之后你们生活上有什么改变 改变就是他会跟猫睡 他比如说猫咪可能就是在喜欢在地板 或是在那种角落躲起来 他会去挖猫咪说 跟我睡 说我们这阿发好可爱 他说在地板趴着睡了 所以有了猫之后他就从此跟猫在地板上面睡 他愿意 那只有重要的时候才爬上床来睡吗 只有在重要的时候爬个一下下 可能就几分钟吧 就走掉了 就又回去跟猫睡了 对 就回去跟猫睡了 对 所以 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我一直在听 我所有听过父亲在抱怨小事情 背后都有一个更大的不满 只是那个不满不好直说 所以就转到其他的事 你可能是对于他那几分钟的表现 不是很满意 那个几分钟好像都是只是说 好了 交功课了啦 好 开始 交功课了 好 可以了吧 我满意了吗 好 啊 猫咪你在哪里 讲到夸张 他就说好可爱 所以那就很怨 他对视的意思是说 如果他 他的男朋友都有把他 搞到 嘻嘻纷纷去 我就不知道 你跟猫睡还跟谁睡了嘛 对不对 是不是 是 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不满的因素 是 天哪 你不会最后还问他 你要选猫还是要选我的人 我有曾经有暗示过说 你是不是想要跟猫结婚 或者说你想要跟他共度你的余生 我说哇 你摸他的样子 你从来没有这样摸过我 跟看过我的眼神都没有过 可是你也没有他像猫那么乖啊 我曾经还因为他喔 然后我就自己拿着小椅子 然后我就这样拿着椅子 然后就躺在椅子上面 躺在腿上 然后就假装自己是只猫 然后我躺了一下睡着 很不舒服 我想说算了 我当不了了 我回去床上 很难当 那你觉得他的男朋友的坏习惯 是什么 宁可跟猫睡 不要跟他睡 所以听起来 你真正想离开的原因是 他没有把心事放在你身上 完全算有一点点 很过自己的生活 他还蛮过自己的 好 像我对有一些女孩子 在生活上的小细节 有一些要求 就像我老婆出我有一个坏习惯 她说你明明知道 我不喜欢吃香菜 为什么每次买回来东西 都加香菜 她说你这个怎么 这个坏习惯 我一直跟你讲 多少遍都不改 分手啊 这一定要分手的 吃香菜分手的例子是很多的 对 后来有一天 她认真的跟我讨论这件事情 她彻底的说服我了 她说 你知道为什么我很在意 你香菜没有帮我去掉 因为这已经是最简单的事情 那也就是说 你每一次在买东西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这件事 你没有把我放心上 所以很多时候 我觉得在感情里面 如果真的是不爱了 或者是有问题 会不会原始点是来自于 我们没有从对方身上感受到 那一份我们想要的关注 对 我其实觉得 从现象来区分是不公允的 应该要沟通 也就是说要了解男友的想法是什么 他要跟猫睡而不上来睡 他的理由是什么 那我们听过很多现象一样 但是意义完全不同的夫妻 像我听过的是有狗 有狗这样子的 那那个先生的想法 他觉得他很无辜 他就是说 因为我太太不喜欢狗睡在我们的床上 所以反过来变成先生控诉 太太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不让他们家的狗上床睡 那太太会控诉说 先生有一个坏习惯 是他要跟狗睡在地上 那大家 我刚从节目一开始 一直在讲这个相对性 就是这样子 你要从哪一边去讲 通常抓到了控诉权的那一个人 比较强势 通常是因为 例如大部分的人 可能站在你这一边 那或者是说 你有一个 基本上对方还蛮幸福 例如你过得比较健康的生活 然后你应该要受到宠爱 有一种共同相信的原则 背后你才会有这个优势 不然你如果遇到那种 真的就不公平对待的人 你没有用 像阿德刚刚说那个 或者刚刚那个香菜 带特说那个香菜 我就遇过夫妻 他们在争执香菜的时候 太太讲刚刚那个台词 可是你太太说服了你 我看到那对太太 没有被说服 没有 那个先生就说 我为什么要一直把你挂在心上 连出去买肉丸都要记得你 为什么 因为太太说就是 你心里没有挂着我 先生说对 我就是不要24小时挂着你 我本来挂完的时候不想想着你可以吗 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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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可以 好不好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真的好庆幸我自己 好 好 单身吗 我们看一下 各位 刚才讲完 我们又花 几乎一整集的时间讲 男生的坏习惯 OK 因为这真的很难改 女生就还好 中头戏 所以我们五分钟就可以讲完了 好吗 什么东西 中头戏 没有中头戏 OK 来我们看一下女生的坏习惯 不洗头只洗瓏海 然后真的有 真的好多人真的只洗瓏海耶 只洗瓏海 对啊 只洗前面这一撮啊 也不要麻烦 不要简单啦 洗脸的时候只洗这一撮啊 因为这个瓏海还要有空气啊 所以这个不可以油不可以黏啊 对啊 她其实头很臭啊 对 OK 排水孔有头发不见 这个是很严重的 很多很多 然后男生也觉得很恶心 对不对 一堆毛在那里 就是因为我 我女儿每天都有这样的问题 我太太已经为她剪头发剪到 已经每天都在抓狂了 然后呢 现在变成 以前我只要回到家 她说你去倒垃圾 就是反正一定要交代我做一些事 不然她心里不甘心 现在交代的时候 去浴室剪头发 就是这个已经变成她的重度困扰 但是她没有办法要我做 所以你太太不掉头发 就是我女儿就是 长头发 长头发 OK 可是这是我的大问题 因为我不只排水孔 我是全家 我的头发非常地会劲 到处都是 有一天我男朋友看着我就说 你为什么头现在上面还有头发 就是我以为已经掉满了我们全家了 这样子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它就会掉啊 我老公也很嫌弃我这一点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方法 就是让那个会掉头发不剪的人 最后洗澡 就是说他会感觉到说被堵住了嘛 那他自己 那通常就是因为人家帮我们剪得很干净 你去洗的时候很开心很痛嘛 洗完了之后 然后下一个人进去为什么他会撩工 因为会堵住 所以他就非剪不可 那他剪掉之后下一次洗 我们就觉得每天都没有剪头发 其实是浴室还是很畅通啊 所以后来就改成说让那个最会掉头发的最后进去 你就会发现那东西多令人厌恶 嗯 真的 我都拜托我女儿去阿嬷家洗 那长头发你知道吗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发跟头发也有关系 你看 哎 女生的坏习惯 我觉得你们这个公司是美发公司吗 这个全部是跟头发跟毛有关系 这个就是男生不能理解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发饰乱丢 我真的觉得 尤其沙发缝也有一个橡皮筋 然后绑头发的袋子 不然就是夹头发的夹子 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种状况 你们有吗 你们都没有啊 你们都完美的 因为我们家到处都是鲨鱼夹 而且我觉得人应该要有100个鲨鱼夹才够用 因为没有嘛 因为你平常做事的时候长头发 一定会用鲨鱼夹把它夹起来嘛 可是你突然间门铃响了 管理员送东西来 你就要放下来 然后可能就放在餐桌上 等下都找不到嘛 他就再去拿下一个这样 好 所以我们知道邓医师今天告诉我们 他有100个鲨鱼夹 我觉得应该要更多 OK 好 郁杰爱有200个 他有吗 他头发不用发夹的啊 他就一直掉了 郁杰爱 我们再来看 好 女生的话 爱习惯一样嘛 就是爱碎碎念 为什么 因为你们充耳不闻 我们只好一直念 对不对 那个很严重 其实碎念有时候会变成一种 没有意义的一种习惯 你太轻描淡写了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精神的耗损 而且是 你说对碎念的人还是听碎念的人 我感觉就是 碎念的人都会耗损 因为呢 这个耗损是什么 因为你想他 他讲出来已经那么气了 他在心里一定更气 所以来讲就是说 这个都是全家人一起耗损的 然后被念的人 其实精神真的会崩溃 而且很严重伤害到感情 我怎样可以不要念 你说什么 我是碎念的人 我怎样可以改掉碎念 一定要给你一个 踢到铁板 让你知道 比如说你碎念我 对不对 我一定要让你 碎念有一天就是 觉醒的话 就让你踢到铁板 是 我会让你知道说 你在碎念我只会更不开心 更不会配合你 更不会帮你 更对跟你对立 所以你反而不能充耳不闻 对不对 你要反击 没有没有我常常就跟 我就后来就常常 因为我太太就喜欢 对小孩碎念嘛 然后我就告诉他就说 你只要碎念他三次 没有下 就是要换方法 不然就是你的问题 因为就是 没有下一个方法 为什么一直在情绪喷发呢 对不对 我觉得女生碎碎念很难处理 可是男生碎碎念 因为我们的状况是 男生很爱碎碎念 他每次一再碎碎念 我就看着他说 不然你现在是要我露出胸部来道歉吗 然后他就立刻就 就没有说话 这吓到吗 他可能想说要不要谈好这个地 我觉得 这样好像还不错的答案 对不对 对不对 别乱试 北狗你绝对可以用胸部道歉 我觉得可以了 我学起来了 OK 没有车头灯的 就用别的地方吧 好不好 这就是眼镜乱放钥匙不见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讲了男生的五大 跟女生的五大坏习惯 其实我们最后其实真的要告诉你的是 我们没有办法避免 也许你的对象不是这五个 是另外五个 可是我们要继续走下去的时候 我们不是怎么跟这个人相处 是怎么跟这个人的行为里面 你认为的 我们要继续走下去的时候 和坏习惯相处 OK 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 特别请教各位专家的一个重点 先请邓医师回答 我的结论就是 照顾另外一个人的感觉 是很重要的 当你在意 例如说 衣物被损害啊 家里面的东西被用坏的时候 你付出的 那个心力 在照顾这些东西的心力 有没有用在你的另外一半身上呢 当你斥责另外一半 这样子让衣服被洗坏 然后杯子的咖啡汁茶汁 都印进去弄不掉的时候 那他的心呢 你的指责你的碎念 那他的心都没有关系吗 好 这个请大家好好的想一想 我觉得任何坏习惯 都不是让你把它变好 任何坏习惯就想说 如果把这个坏的字眼 调成就是说 如果让他跟我之间 在这个世界上有个共识 而且这件事最重要的目的 不是要把它变成你要的样子 而是你要想说 这个事来考验你 有没有办法说 不要去在乎这个事情 如果变成一个 就是说回到一个比较独立的 比较能体谅他的心情 也许他比较有能力改 你讲的 我懂你的意思 也就是你不要陷入一种思考逻辑 你不爱我 你爱我你有什么不能改 那你就会进入这个 这个死胡同了 然后你就无解 对不对 阿德你的意思是这样 是不是 派特老师呢 我对家庭的认知 通常分两块 就是家庭 一种是极权式的家庭 就在某个状况地位里面 他拥有比较多的资源 所以另外一半都比较会去听 对方说的 另外一个就是联邦制的家庭 就是我们各自都有 我们自己的本事 我们透过协商来完整这个家 那如果今天是极权式的家庭 我觉得他可以透过资源的 就是重新分配 让我们的关系更和谐 缺少什么 我们补给你省 那如果今天是联邦式的家庭 他就会比较重视跟在意对方的感受 因为随时可能 主导者都会患然 那这种状况里面我觉得 如果你能够开始用不同的角度 去想好这个资源的重新分配 有可能是情感 有可能是物资 其实你在面对这个东西 这个状况的时候 会让自己冷静许多的去处理 这是我对家庭的看法 OK 一姐爱你 就如果你看不下去 你就划分一个空间给自己 比方说像我的浴室 厕所 房间 全部都是独立的 就是跟对方就是个人 自己一人一套 这样子其实就可以省掉很多 你看不顺眼对方的一个可能 是 还有一种奇怪 一种状况就是很多女生讲说 我爸爸都不会这样子 怎么你男生这样子 我爸爸就不会 你就会 这样子 你不要跟我讲说 男生都会这样子 我爸爸就不会 你应该回去问你妈 因为都是你妈擦的 有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 是妈妈都解决了 OK 所以你看不到男生 那个邋遢的样子 最好不要这样讲 因为老公可以回说 我妈都会收拾我这些 对 更气死了 对 对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 你可能重点不是跟坏习惯相处 是人生总有不如你意的时候 你怎么自除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不好 那不要随便就讲爱之谜 你爱我就应该包容我 人生没有这么应该的事情 自己想想 好不好 谢谢你 给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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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蝎座吧 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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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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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厕所